这家中国企业的又一台大型高端竖控机床刚刚下线 工人们正在连夜加班装箱 准备交付欧洲客户使用 跨国并购帮助企业快速实现了技术的赶超 同时也触发了市场利润的飞跃 收购德国科宝之后 中国企业拥有了科宝在欧洲市场的销售渠道 现在他们在德国也已经开始销售中国制造的机床 而科宝也依靠中国的庞大市场 实现了全球年收入每年40%的跨越式增长 强强联手是一条通往世界工业制造第一集团军的捷径 他的人大约是400多人 发展到现在 他的年销售收入1.4个亿欧元 翻倍了 他的人也翻倍了 科宝的地方政府很感谢 因为对他的地方政府来讲 更多的人员就业 还有一个对北伊的意味在上 我们收购了三年以后 科宝闪生的利润就超过了我们当时买它花的钱了 这是远超过一般尺寸的鸡床刀具 要想更换这样的刀具至少需要三个人来完成 工人们要将刀具安装在这台体型庞大的机床上 这是中国企业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超重型束控容门躺锡床 它专门用于加工世界上最先进的核电机组部件 当时在我们进行这台床采购的时候 国内没有这么大精床的 据我们了解最大的就是五米到六米这样 而远远满足不了这个加工 至于这个条件 我们当时特出采购了这么一台 专门用于核电AP线加工的一个大型的炉门加工东西 并购科宝后 中德两国的工程师开始了更深入的合作 他们运用最先进的机床技术 制造了这台世界上最大的超重型束控机床 在白角头的帮助下 它可以把一个篮球场大小 重量将近三百吨的部件 加工成任何形状 今天负责生产的基础人员 要操作这台机床 加工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机组部件 它必须保证加工过程万无一事 否则价值上百万元的工件就会报废 由于采用了最先进的润滑和驱动技术 机床在承载相当于500多辆家运轿车重量的情况下 仍然能进行极为平稳的运动 凭借机床的这些优异性能 技术人员可以把加工精度控制在百分之一毫米以内 我把它规则出为一条发展之路 就通过国际并购来不仅掌握了它那块市场 它那块品牌 并且能够掌握核心技术 这台拥有了当今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机床 集中的是两个国家研发创新团队的力量 用最短的时间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迈开了融入全球的脚步 仅最近五年 中国装备制造业就已经并购了三十多家全球一流企业 掌握了几十项世界一流装备核心技术 跨国并购 让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里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城市 黄埔江两岸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的造船企业 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建造难度最大的特殊货龙LNG船 它是运送液化天然气的专用船舶 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极度危险 货轮制造难度极高 因此被称为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 现在这艘船的建造进行到了最后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珠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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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珠 在没有生产任务的时候 即使是周立芬这样熟练的汉工 也需要经常进行训练 因为阴瓦板最薄的部位只有0.7毫米 极易焊穿 周立芬要确保每一条汉缝绝无泄漏 同时要控制汉缝的温度 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 否则就很可能会引起 因瓦板下面木制的绝缘香燃烧 造成货仓起火 工程总负责人王勇 每隔几天都会到现场了解施工情况 目前中国只有这一家企业可以制造ILNG运输船 这是中国生产的第六条船 2012年全球近100艘ILNG运输船订单里 中国企业得到了四艘船的订单 而制造能力更强的韩国 获得了90艘船的订单 这样一艘船 一次就可以运送足够全上海市 使用一个月的天然气 预计到2030年 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 这也意味着 中国需要更多的ILNG运输船 来满足对天然气的巨大需求 十年前 中国的这家船厂 放弃最赚钱的低端散货船生产 投入巨额资金 开始ILNG船的研究和制造 其中一艘船的运输船 假设我们要造散货船 要造其他的常规船的话 有些船毛率都达到50% 可以说应该讲是那种 我们当时讲可能是那种暴力的 但是我们还是亏损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ILNG运输船 有着极为复杂的气体管路 每一条管路都关系着整艘船的安全 建造ILNG船对中国来说 并非仅仅为了高端制造 这种运输船是世界上建造技术 要求最高的民用船只